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星期一周標示探討一個有趣的問題 為何今天的James Bond不是帶勞力士碗錶 因為Rollex是一個很出名的運動錶品牌 話說1962年第一套James Bond電影Dr. No 飾演James Bond的Sean Connery 手上是帶著勞力士的submariner 這隻編號6358碗錶是沒有日曆 而Sean Connery是用了一條NATO style的尼龍帶 去戴這隻碗錶 第二套James Bond電影From Russia With Love 同樣都是Sean Connery 他換了一隻Rollex Submariner 這隻編號是63538 到之後十幾套James Bond電影 分別由Sean Connery、George Lessonby、Roger Moore 以及Timothy Dalton 幾位演員去飾演英國的超級特務 他們所佩戴的碗錶分別有勞力士不同的模特兒 Brightling、Hamilton、Sickle、Hoyer 70年代的時候 James Bond的sidekickQ 為James Bond的手錶加入了不同功能 當中包括有電鋸、爆炸功能 甚至有雷射激光 直至1995年的時候 Pierre Boosman成為新一代的James Bond 由這一年開始 Omega成為James Bond的合作夥伴 所以Pierre Boosman手上佩戴的 就是Omega Seamaster Professional 300m的碗錶 之後四套由Pierre Boosman主演的James Bond 他都很忠心一直戴著Omega Seamaster的碗錶 去到2006年 最新一代的James Bond Daniel Craig上場 Daniel是一個比較年輕的演員 所以他比較著重於這些動作的場面 而他選擇的碗錶也是Omega Seamaster 大家可能都記得上一套的James Bond電影裡面 Spectra 這隻Omega Seamaster 300m的計時的爆炸功能 是救回James Bond和他女朋友一名的 到今年將會有最新的James Bond電影是第25套 同時也是Omega自從1995年 與James Bond合作以來第25周年 所以他們推出了一隻007的特別版海馬碗錶 這隻碗錶不是限量碗錶 是一隻特別版 只是在Omega專賣店賣 我們看看這隻碗錶 它的顏色組合蠻特別的 是黑色、紅色、有些復古的咖啡色 分別在時錶和Basel上面的數字出現 這個錶殼不小 有42毫米那麼大 選擇了財質是二級的鈦金屬 因為它夠輕和夠堅硬 值得留意的是六點鐘位的箭嘴 這個箭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很多軍錶或專業用錶上面都會出現 都是表示這隻錶軍事的傳統 因為James Bond是英國海軍的軍官 在十點鐘位置有一個Helium valve 這隻碗錶可以配備兩種不同的錶帶 要不就是一個復古形式的鋼帶 又或者是NATO style尼龍帶 這隻碗錶放棄了用藍寶石水晶玻璃的底蓋 用了一個實心的底蓋 這個底蓋上面刻住了一組數目字 這組數目字很有意義 0552代表了英國皇家海軍的編號 9237697代表了這隻潛水錶 A字代表這隻碗錶有船入式的錶觀功能 007當然是James Bond的特務編號 最後一個62的數目字代表了 第一出的James Bond電影在1962年上映 這碗錶搭載了Omega自己生產的Calibur 8806 它是一個有銅竹琴中系統的 一隻自動上年機芯的碗錶 亦有Master Chronometer Certificate 它對於磁力的擴衡 亦可以達到15000G 這碗錶可以有55小時的動力儲備 就算你不是一個James Bond的擁躉或氣迷 只要你喜歡軍事碗錶 或是一些復古的尊嚴碗錶的設計 這隻碗錶都是很值得留意的 今星期周標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